关于乌克兰的事情 由于现代战争的特点 意识形态舆论战 在这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所以关于乌克兰的事情 扑朔迷离 很多消息我们都很难辨别 究竟今天早晨 关于乌克兰战士普京总统 有八条最新的说法 第一条 问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失败了吗 答 特别军事行动进展顺利 正在按计划执行 问俄军是要占领乌克兰吗 答 俄军虽然接近基辅和乌克兰 其他城市 但是没有占领乌克兰的计划 也没有占领乌克兰的目的 三 问乌克兰生物实验室 到底怎么回事 答 这是一个有几十个实验室 组成的一个网络 这里实行军事生物计划 出钱的业务管理的 都是美国五角大楼 这里进行包括冠状病毒 碳疾病 破乱和非洲猪瘟样本的实验 第四个问题 问 美国的军事生物计划 现在在乌克兰 那怎么样呢 答 他们正在努力消除这些方案的所有痕迹 但俄罗斯已有充分证据表明 生物武器的部件 已经在乌克兰紧连俄罗斯的地方 被制造出来了 第五条 问西方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是什么意思 答 西方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 实际上等同于宣布对俄债务违约 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了 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可以轻而易举的被窃取 第六个问题 问西方国家公开抢劫俄罗斯在海外的财产 怎样理解 答 西方没收俄罗斯在海外的公私财产 是俄罗斯企业家应该汲取的一个教训 把资产投资在祖国最保险 第七个问题 问西方封锁俄罗斯账户的后果是什么样 答 相信在西方封锁了俄罗斯的账户之后 许多国家都会将自己的外汇储备转为商品 这将导致世界范围内商品紧缺 第八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 问对美国有什么新认识吗 答谎言帝国 谎言帝国在真理和正义面前是软弱无力的 俄罗斯将会为全世界继续坚持原有立场 告诉各位 这是2020年3月16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电视讲话 里面谈到的八个问题 我是下巴南 感谢关注点赞收藏